OK 政委,請問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這次旋風式綁台 總部、國防部、外交部等相關機關的網站都遭到自安攻擊 那這兩天是否還有掌握有中央部會被網攻的現象 那政府最新的因應做的是什麼? 對,在這幾天我們政府網站就會有點像電話戰線這樣的情況 就好像說非常多人從國外掛進打電話到專線 然後所以我們電話就沒有辦法撥進去因為太多人把戰線站住了 所以這個我們技術上叫做大量阻斷服務攻擊DDOS 那這樣子DDOS當然是看它有沒有效果 也就是說如果大家都不當一回事 那它就沒有達到擾亂民心的作用 那這樣的話大概因為他們也要投入蠻多資源的 這樣大概就不會繼續了 但是如果大家就持續把這個當成一個話題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攻擊就產生心理戰的作用 這樣他們大概就會常態化就會一直投入資源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這兩天還是持續遭受到阻斷式的攻擊 就是說它的會不會阻斷式攻擊 你攻擊哪些標的 完全看那些地方有沒有討論的熱度 如果它發現攻擊某個地方打電話戰線 讓它別人打不進去 但是大家也覺得沒什麼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不是眾所矚目的這些事件 之後它也不會再去攻擊這個網站 因為沒有達到它要的效果 它的效果就是要大家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您意思是說這個現象是持續發生的 這個現象會不會持續發生 取決於我們要不要整個社會把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就是好像電話戰線打不進去這樣的事情 當作一件很慌亂讓大家睡不好的事 如果那樣就一定會持續發生 或者是大家出遍不盡好像沒什麼事情 那這樣的話大概就不會繼續打 那我們這兩天針對這個政府機關網站面臨的這個阻斷式攻擊 我們還是有持續做這個因應跟有效的處理 所以目前並沒有發生新的治安現象 就是說我們的因應措施就是 技術上面叫做流量清洗 就像說你電話這個打不進去 那我就再多設專線電話嘛 多設幾線 這樣子你就可以撥得通電話了 所以像這樣子的流量清洗的對應 我們是不斷在做的 當然我們也要投入相應的資源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這有點像消耗戰 就是對方從境外投入資源 我們就要投入相應的資源 然後去擋住 那目前當然都有擋住 只是說這個也會對我們的資源產生消耗 就是你那天提到23倍的攻擊量的2號當天 之後這幾天還是持續面臨這樣的 高於平時的主斷式攻擊 但是我們沒有到23倍了 對但是我們有做這個有效的清洗的清理 對不對 就是說他們投入多少倍的資源 我們目前是投入相應的資源去清理 那但是當然如果大家覺得這是一個話題 持續討論 那就像我剛剛講到的 外面就會持續攻擊 就會持續投入這個常態的資源 跟我們互相消耗 所以我舉例好比像說在他們演習開始的那天中午 那我們數位發展部的網站 網址其實有上限 就是moda.gov.tw 那但是這個上限之後 到目前為止就是完全沒有被阻斷 就是一秒鐘都沒有卡住過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新的網站 採取一個叫做不對稱的一個架構 就好像說如果你打電話過去 那其實不需要真的有人接線上 接的都是機器人打雲音打陸機什麼的 那這樣的話他花多少資源攻擊 你這邊都不太需要他資源防禦 那這跟傳統上面流量清醒 他攻擊你這邊就要開心的這個 跟他互相消耗是不一樣的 所以因為我們這個新的網站 他採用的架構是叫做Web3的這樣一個架構 那就是跟全球的區塊鏈社群 或者是重要的社群網路Web2的骨幹 全球的骨幹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竟然打得下來的話 那整個以太坊啊NFT啊什麼都會 同時被打下來不太可能了 所以就是說我們用這個新的架構 它就是分散式網路的架構 如果不對稱防禦的架構 攻擊只要發揮不成比例的資源 還沒有辦法打下來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跟各部回來 慢慢讓他們了解說 有這樣一種新的架構存在 這個也是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後 那我們有很多國際上的朋友 我們討論出來的這種比較現代的架構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你如果要跟俄羅斯 去打消耗戰的話可能不太長久了 所以就是用非對稱的方法來處理 所以你們是新成立的一個網站 對 這應該怎麼行 這個叫做一個 對 就是採用一種比較是全球的網路的骨幹 那包含Web2跟Web3 這是一個自然的防護網 是防護的防護網 它的正式的名字叫做星際網路系統 對 就是星球之間的 就是星際網路系統 星際網路檔案系統 對 那星際檔案系統 但是這個是Web3的部分 那我們在Web2的部分 用的是全球的骨幹網路 對 所以在這兩個加在一起的情況下 如果要去攻擊的人 它是跟全球為敵 就不是只是跟我們幾個網站為敵這樣 叫做星際網路系統 網路系統 對 那我們也歡迎大家輸入 Moda.gov.tw 台灣也有很多白帽駭客 所以大家也可以試著來打打看 如果有找到什麼漏洞的話 也跟我們說 那是我們現在所有政府機關 關鍵經濟網站都有加入這個 現在是我們剛剛開始 就是像我講的在演習那天的中午 這是我們社會發展部的就是網址 它是第一次上線 所以現在並不是所有政府機關都用這套新架構 現在都還是在用之前的就是流量清洗 對方投入資源 我們推入相應資源的防禦的方法在做 這個當然可以擋到某個程度 但是如果之後 因為如果達成心理戰的效果 就是大家一直討論 那對方就一直投入資源 那這樣我們總不能繼續這樣一直消耗下去 所以就是要新的非對成的想法來想這件事 所以是8月2號成立的 是不是 就是網址嘛 就是網站 網站就是它什麼時候開始演習 我們就是什麼時候上線 8月3號 8月3號中 是8月3號 已經正式上線 等一下 這是我們政府成立的嗎 是啊 成立了這個星際網路系統 不是不是 是我們數位發展部的網站 但它的後端採用了星際網路系統 哦 是是是 星際檔案系統 那這個就是一個 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新的防護防禦 是一個新的架構 新的防護防禦 對 那這樣的話是 那你們 那是不是要鼓勵所有的 這個 政府機關的效果嗎 我想先鼓勵大家打打看 看看這個新的架構 是不是真的可以 真的那麼撐得住 那如果這個新的架構都沒有問題 那當然我們才能夠來 那目前你們算在市... 市營運 市營運 因為畢竟也還沒有掛牌 所以這個 那目前為止 so far有被攻擊嗎 完全 它當然是 當然有人來 但是不管來多少人 就像剛剛講到 我們這邊不用投入相應資源 因為這個分散式網路的意思 就是它來打電話的時候 不是到我們這台機器 而是離它近的 國際上面任何一台機器 所以它就可以就近服務它 根本不需要連線到台灣來 是 請問這網址是什麼 moda.gov.tw 可以用手機開開 okok了解 所以已經市營運了 對 那政委 因為 對於這次的這個 這種機關被網攻 有民進的資安專家認為說 因為我們政府既然預知 這個佩洛西訪台會有面臨 比較大規模的資產攻擊 那為什麼還會讓這個 王軍達成目標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引發大家討論 然後要讓大家覺得不安心 是 那當然 因為我們之前 就是已經知道會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呢 大家可能誤以為說 電話戰線好像是 跟機密資料被竊取 或者是什麼服務的這個機密性被影響 好像有點把它當做同一回事 但事實上不是嘛 你這個機關的專線 就算現在戰線你打不進來 不表示機關裡面有任何秘密不見了 對 但是他們要營造的那種心理戰 就把這兩個混為一台 嗯 然後讓大家誤以為說 這個只是電話戰線的事情 好像是更嚴重的狀況 那但這個就是透過像 貴報的訪問 這樣的方式 就是我們把這個講清楚 講清楚之後呢 大家就不會恐慌 大家不會恐慌 那當然他們自討沒去 可能就不會繼續 但是如果他發現 這樣很有效造成恐慌 這樣剛剛講到 就會繼續投入資料 喔 所以白話文來講 就是說 即使這幾天的 政府機關網站 面臨被阻斷式的攻擊 但這樣的阻斷式攻擊 就好像 就好像你形容的是 電話被戰線 被打爆 但電話線並沒有壞 對電話線沒有壞 所以政府機關網站 雖然被主戰式攻擊 所以他資料也沒有外洩 完全不相干的 然後他的整個網站 只是暫時不能連線而已 對 他並沒有被破壞 對 然後每次我們透過清洗流量 投入相應的防禦資源 等於把磚線在射擊線 又可以連的進來 所謂清洗流量是指說 就是當大家同時連線的時候 增加可以同時連線的數量 了解 那這樣狀況就可以及時排除 對 但是我們要投入相應的資源 那我們有辦法 專家的意思是說 那我們既然知道 例如中國有計畫性的網工 那主斷式攻擊可以避免嗎 就像剛剛講到 要徹底避免 你就要切換到 比較新的骨幹 或者分散式的架構 不然你就是要砸錢嘛 就是要用相應的資源 了解 大概目前這兩個方法 那你舉例的數位 新的網站 就是一個新的骨幹 其實新的骨幹 他就可以避免這樣的主線 就可以完全不需要 額外再花錢 所以他可以避免這樣的 主線 他設計出來就是為了避免 分散式的主斷攻擊 哦 了解 所以你希望未來朝這個方向來做 就是先邀請大家來試試看 能不能把我們的網站攻擊下來 如果真的打倒了 那當然我們也不能推廣 但是如果確實都沒有打倒 我們也不用付出更多的資源 我們就可以推廣給其他部位 哦 了解 所以你希望如果這個 這個事由於是成功 可以推廣到其他政府機關 甚至關鍵基礎是不是 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 因為這個是全球空用的分散式架構 沒有限制說只有政府機關才能用 所以包含民間啊商業公司啊等等 都可以考慮 哦 了解 那整個來講 這是一個新的技術嗎 是這樣子 哦 了解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透過新的技術提升 來避免這個類 類似中國網軍的主線式攻擊 因為我們並不是第一個被這樣子的 像剛剛提到烏克蘭對不對 所以就是都是碰到狀況 所以大家就來發明一些新的做法 哦 那政府據你所知 因為你那天提到23倍的攻擊量 大家都很關注 是是是 那據我們了解 以前 政府機關似乎還有更高的攻擊量 據你所知 你那天所知 蔡總任何人被這個網軍攻擊量 曾經高達 聽說有高達200倍嗎 有這麼多嗎 沒有 因為是每一次是說 上一次的最高量的幾倍 譬如說單日 所以我們現在是說 我們那天的單日 是之前最高的23倍 對 但是當年發生的時候 一定是在之前的幾百倍 對 所以它是越來越多的 哦 了解 就是說我們每次破紀錄 會說是上個紀錄的幾倍嗎 對 那聽說以前最高紀錄是200倍 以前的最高紀錄是 在那個前面的最高紀錄有200倍 那個前面的幾倍 就是 就是說我們這個200倍 並不是一個固定數值的幾倍 是 是用它前面的那一次最高數量去算 了解 那你印象所知 是大概什麼時候 曾經有 比你那天講23倍更高的那個 不是 我們那天已經是說 是有史以來最高 比那個再高23倍 哦 了解 哦 那所以這個是歷史新高 對是當然了 意思就是這樣 哦 好 那 那鄭委 那這請問就是 因為我們的 政府機關跟關鍵基礎設施 資安被 嗨 以前曾經發生比較嚴重的 三級資安事件 那例如說那個外交部的那個 領務電子信箱召嗨 那個 國人出國各自外洩 這種三級事件 也有發生那個 衛武部的那個 被植入惡意城市 竊取現討資料 還有那個銀行被ATM被嗨的這種 這種重大金融事件 那這些都是比較嚴重的資安事件 也都發生在蔡聖姆任內 那您認為我們的資安房屋究竟 問題是出在哪裡 是人的問題還是技術問題 是人的問題還是技術問題 衛福部那次並沒有竊取到健保資料 他是意圖竊取到健保資料 目前還沒有外洩的這個紀錄 那當然實際上很多的資安漏洞 都是來自於人為操作的這個事物 那就舉例來講 很多人都會把某個他公共場所的這個 普通網站的密碼 跟他公務上班的時候用的密碼 弄成相同的 那這樣的話 你如果在這邊的密碼被破解被拆到 他就可以用相同的密碼去破解你的公務形象等等 那甚至是說有些密碼他設定的就是很讓人非常好猜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破解也不花什麼時間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要培養良好的資安習慣 當然良好的資安習慣必須讓人真的做得到 就好我們戴口罩請洗手 是很容易做到的 所以像我們數位發展部之後簽公文 我們可能就不會打入長長串的密碼 我們就是可能用自己的手機 然後手機上面我可能指紋解鎖或怎麼樣 那他透過一個叫行動自然人憑證的技術 我完全不用輸入密碼 那就可以完成公文的簽合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這樣子我就不可能把密碼外寫 密碼很容易被複製嘛 他只是一串字而已 但是我的手機你要實際拿到我的手機 而且還要能夠騙過我的手機說你的指紋跟我相同 這個的強度是遠超過某串密碼的強度 所以我們之後也會切換到這樣子 比較讓大家容易有好的資安習慣 而不是硬要大家接很長的密碼的方法 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你覺得有部分是人的問題 就剛剛講的主要就是我們的資安習慣 特別是很弱的密碼 或者雖然是強的密碼 可是你在公務用的跟你在平常社群網站用的同個密碼 這邊如果被人攔截了 他就可以用這個來攻擊 所以是資安習慣的問題 對 那還有什麼制度面你覺得需要強化的部分 對 我剛剛講的其實是制度面 因為我如果只是要求通令 大家要取很強的密碼 那可能真的太強的密碼你也記不住 到最後還是手抄起來貼在螢幕上 跟沒有強密碼是相同的狀況 對 所以就是說你不能違背人情 不能要求大家去做一些沒有辦法維持的一些習慣 那所以像剛剛講到切換到行動真人憑證 切換到用手機好像指紋解鎖那樣來簽公文 根本不用輸入密碼 那就不會有密碼外寫的問題 哦 了解 這跟剛剛那題很像 就是有一個新的挑戰 那我們就用新的技術 新的習慣 而不是說好像用舊的技術 不斷地跟它硬抗這樣 政委你怎麼看待 這個中國對台灣的公司部門的資安攻擊 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以前包括前期 在馬政府都公開承認 中國對台灣公布的攻擊非常嚴重 那你怎麼看待中國網軍 特別是針對台灣政府機關 跟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 這部分呢 就像最近大家有看到那個刊版的事件 那當然它不是專門針對政府機關 因為在民間企業也有 但是它那樣子一個攻擊 其實我看起來它主要不是傳統上面那種網路的資安 它主要是心理戰 也就是說一個看板 它看到的人可能幾百人 但是如果大家拍起來 然後社群網路上面再流傳 那就幾萬人都看到了 大眾媒體報導 那當然所有人都看到了等等 那它要的其實是這樣子一種 大家都看到了 感覺恐慌 希望我們睡不好 那如果大家看到了之後 其實睡得還是不錯 那這樣子的攻擊就失敗了 所以這個成敗並不是來自於說 在資安上面 它真的侵入了哪些系統 因為我在記者會也有講 那個廣告的拖波是轉線 跟台鐵系統沒有關係 就好像電話戰線不會變成機密受害 那同樣廣告拖波系統怎麼樣 跟台鐵的系統也是無關 但是大家如果在腦裡覺得說 好像有關 好像自己嚇自己 火車會不會接下來怎樣 這樣子的話它就成功了 所以重點還是我們有沒有自己嚇自己 如果沒有自己嚇自己 這樣子的攻擊 我覺得造成危害比較有限 但是有民黨立委要求說 認為說這種現象根本不應該要發生 環境金屬設施應該要防止這樣的問題 例如說你的外發廠商怎麼可以使用這種軟體 其實在當時我們制定就是禁止使用這些跟 我們叫做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自動安全產品 我們一個限制使用原則 那在當時確實有些例外 就是剛剛講到你沒有借接到公務網路 然後又不是像無人機那樣會移動的 你在固定的場域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覺得當時覺得說它不會借接到公務網路 它對資安的侵害有限 所以可以讓它用到可能自然使用原先來淘汰之類的 但是這個討論確實在當時我覺得跟現在情況不同 我剛剛講到的就是說 它不是透過網路去傳播病毒 不是電腦病毒 但是它是透過大家引起談論跟恐慌 去傳播這種心靈的病毒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也同意說我們應該去修那個原則 如果那個原則可以修成說 舉例來說 除了借接到公務網路之外 它會讓很多不特定人看到也算是一種風險 這種情況下也不可以去使用這些危害子痛安全的產品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大家關心的這種怎麼防堵 那我們就多堵上一個 當然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我們現在發現這樣子的供給 就我們之前制定的時候沒想到的 那我們就來改這個規則 然後來因應這個光景 政委整體而言 因為現在民間有疑慮或擔心 如果資安專家擔心 像中國越來越頻繁的這個資安供給 這個台灣是不是真的擋得住 就是說不至於使我們的關鍵基礎設施被破壞 影響到民眾的生活跟社會秩序 您認為整體對政府機關或關鍵基礎設施攻擊 您是否有信心認為我們政府目前 以政府目前掌握的能力跟技術是有辦法打得下的 我們的關鍵基礎設施本來就有充足的防護能量 而且他們想要滲透攻擊我們關鍵基礎設施 從境外來的這些攻擊 可以說是無日無之 也就是說不是說最近才發生 對每天都在發生 對 所以如果就是那麼容易被打下來 早就被打下來了 但是這一次是新的狀態 這次比較像心理戰 跟關鍵基礎設施是關係不大 他們比較是說想要讓大家陷入恐慌等等 所以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所以你認為這次整體包括對政府網站的攻擊 跟關鍵基礎設施網站的攻擊 主要是心理戰的作用 因為你把一個網站電話戰線 對 跟你控制那個關鍵基礎設施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因為政府機關網站也沒有因為這樣被切取機會 沒有啊 所以它主要是心理戰的效果 它就是心理戰 它就是做到了類似讓你電話戰線 但它希望整個社會以為它已經控制住你的重數 那但是我們只要了解到這兩個完全不同 其實它這個攻擊也就沒有效果 那也就是說 你的意思就是說 目前我們政府掌握的技術跟能力是有辦法擋住的 就是說關鍵基礎設施我們本來就守得很好 那 那 政府機關的部分也是嗎 對對 然後要讓大家知道說 網站的這個戰線的情況 其實跟你控制一個網站 或者是控制關鍵基礎設施完全不同 那這個要先大家了解 好像有個心靈的抗體 這樣的話 剛剛這種心靈的病毒恐慌啊 焦慮啊 就不會蔓延嗎 那這樣子的話 它這種新的攻擊型態 我們才能說我們防守住了 我們舊的當然都防守住了 這種新的就是現在正在攻防 那其實這一波正在攻防 目前為止 我們so far我們還是守得OK 是不是 欸就是這個心靈的抗體啊 我們到路上隨便問一個人說 欸網站塞爆了 或者網站這個臉不上 是不是就表示說 欸這個網站的控制權工手 讓人什麼機密窃取 如果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是不同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我們才能說 欸那我們有答應了這樣 喔是是 所以這個也是要看說 它其實透過 其實是透過資訊來發動心理戰 那就是要看最後的效果是怎麼樣 就看大家的資訊素養 這就是全民數位認性的一部分 數位認性 那我們除了這種機會 應有的技術上的防護以外 還可以做什麼 就是首先讓大家了解到說 這是不同的事情 那第二個是說 讓大家知道說 欸他們的目的 就是要造成大家的恐慌 大家的混淆 那但是我們透過像 新聞媒體的工作 讓大家很明確知道 這是不同的事情的話 就不會恐慌 不會混淆了 那這件事情 也是大家看到 好比像說 如果手機上 有人傳來說 欸這個網站臉不上 表示什麼 我們哪個政府機關 落入敵手 什麼之類 你可以先查證嘛 你不要轉傳嘛 就是說大家可以了解到 這件事情的實際狀況的時候 那些比較像是謠言的部分 大家看到之後 可能就是你可以加上一些評論 讓大家知道說 不是怎麼回事 那就可以公開澄清等等 哦 了解 所以整體而言 是這次中國 透過資訊來發動心理戰 那目前為止 我們對 我們政府對政府機關 跟關鍵技術施設施的防護都守得 就我們實際上我們的 都有守住 並沒有受到任何的 了解 我們也沒有任何的經驗 那現在主要的戰場 就是在大家的心裡 哦 主要是心理戰 對 如果你很淡定 每個人都睡 睡眠很安穩很充足 那他們就失敗了 就這樣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 請你財經記者 來問數位發展部的問題 鄭偉您好 我是之後主考數位發展部的記者 所以我們之後應該也會常常見面 那我這邊想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 就是據我所知 業界非常期待數位發展部成立 也對這個業務範圍廣大的部會感到非常好奇 那許多人想了解未來的政策 想要請問您對於數位發展部的詳細政策規劃 還有底下設立的六四兩數 你有哪些情緒 好嗎 剛剛講到強化全民數位認性 這個就是核心理念 那這個分出來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首先是社會認性 就是全民守望相助 這個是我們有六個詞在處理的 接下來是產業認性 就是各種新的狀況出現 我們所有的各行各業都要能夠數位轉型來調適 那這個是產業術的工作 那最後就是政府要應變突發狀況的時候 這個應變認性 那這個是我們的自動安全署 自動安全署 在負責 所以就是設發 產發 突發 這三個部分 在構成全民數位認性的基礎 那特別提一下就是全民數位認性的這個全民 其實不一定只是我們國民 也包含全球的民主陣營 所以其他部會可能是叫做國際合作司 或國際幾兩岸合作司等等 但是我們這邊是叫做民主網絡司 就是在網際網路上面 我們去建立人際的網絡 那這個人際網路連接到的就是跟我們有相同民主價值的一些夥伴 那是民主陣營的協力 就是只看價值不看國籍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設計我們的籌備的綜合分組的召集員 就是葉寧參選 他幫了非常多的忙 那我第一次知道這個名字 是我有參與那個太陽花學運 那當時他是陸委會的法證處的常任文官 那但是他就公開表示 他在公開對談的時候說 他贊成我們所倡導的這種全民公開民主審議的這樣子的理念 所以他是我們理念的支持者 我就覺得很新鮮這樣 那然後接下來就是在一個叫V台灣的專案建立的時候 那當時他是主導所謂的匯流武法 所以他在NCC的時候 所以他就把匯流武法提到我們的公民平台 來跟各界討論 那也是一個全民參與 也沒有特別分就是國籍 是大家對於民主價值的堅持這樣 那後來我入閣之後 他就是我的辦公室的參試 那包含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的機制 總統被黑客松的機制 或者是我們簡訊實聯制的機制 後面這個大家可能比較用過 上面寫的這個簡訊緊供防疫使用 而且確保說他不會變成 好比像說警調啊什麼 不會看到我們為了防疫所用的這個QR Code 掃描的結果 或者是說我們要能夠上網站 來看到說有哪些醫療人員 調用我們的資料等等 這些工作大概都是葉寧在幫助 所以我想葉寧幫忙很大 那想請問您對數位發展不疑 除了強化全民數位任性之外 還有其他的詳細政策規劃 這個其實因為我們有網站 所以我們就會陸續投在網站上面 對那不過我這邊也想特別講一下 就是說因為全世界在面臨這個任性的題目的時候 其實已經想出很多新興的不管基礎或者是應用的方法 現在只是我們多快能夠加入這個全球的民主陣營而已 所以像剛剛講的那個新規檔案系統當然是Web3 當然是其中一個嘛 又或者我再舉例 好比像說艾莎尼亞 他也不是自己去擋那個俄羅斯的攻擊 他也是去結盟 好比像說跟芬蘭或者是跟冰島 共同組成那個X Road的一個聯盟 那所以不是單一資料庫風險集中 而是跟旁邊的這些理念相近的國家 共享這種我們叫公共城市 Public Code 所以Public Code這樣子一個理念是全球民主陣營共享的 那我們也會透過數位發展部加入這樣的陣營 數位發展部還有一個就是要點 就是要推動整個政府的數位轉型 那剛剛也有提到就是那個數位發展部網頁成立 是用Web3的架構 那會不會想要推動其他政府部會 也往這個架構滿進 就我們是示範的概念 就我們自己先來用這些新的技術 先證明它的可用性它的韌性 那公共城市的這個城市不是只是城市 也包含像公文城市文書城市什麼城市 就它怎麼樣融入我們公務員日常的工作裡面 我們要寫很多剛剛提到要點原則等等 去確保說我們日常的作業跟這個新的技術能夠扣合 那等到這個扣合沒問題的時候 當然我們接下來其他部會就可以參考我們所定的這些原則要點 也不一定是部會 有些地方政府也可以參考相同的要點來進行 就是有學者建議啊 最近這幾天其實對於台灣來說是危機也是轉機 因為中共攻擊的步驟提前曝光 那就可以讓我們有機會先演練 那最近發生的這些hiker事件 對於數位發展部未來的規劃有沒有影響或改變 舉例來說像剛剛提到這種分散式的網路架構 星級單元系統等等 其實我們本來並沒有把這個架構當作我們官網的主軸 所以你現在到這個網站上看的時候 你還要去檢視網頁原始碼才會看得到我們的那個技術 就我們並沒有在那個文案上面特別寫說 我們用了這些難以駭入的系統或者是電話怎麼打都不可能占線的系統等等 這本來不是我們要強調的方面 我們要強調可能是我們的logo啊 這個我們的配色啊 我們剛剛講六四二數啊 什麼之類之類慢慢會有相關的內容 但是因為最近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我也發現各部會的資安長啊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他們對於這種任性可用性的興趣而變得很高 那所以可能未來不是說我們規劃有任何改變 但是我們畫的那個重點 強調的部分 可能很多會從這個部分開始先強調 再來是就是產業界非常期待數位發展不成立嘛 那未來您會如何促進產業發展 我們是專門給數位產業署來做 那它的英文是 Administration for Digital Industries 所以是各行各業 不是單個Industry 所以是各行各業只要想要數位轉型 那不管是導入AIR 軟體自然資料科學等等 那我們的數位產業署 就把這個既有的產業 跟剛剛講的這些新興的技術去媒合 所以不是說我們挑幾個產業 所以我們專門複製它 而是所有的各行各業的數位轉型 是我們的做法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會是這些產業的監力機關 我們不發特許 就是我們並沒有什麼特許的這種要求 那所以如果它本來是做金融的題目 那它還是新管會在要求它 做交通的題目 那當然還是交通部在要求它等等 不會突然因為數位發展部 或數位產業署成立 它就多一個監力機關或特許機關 它要請兩張執照沒有這種事情這樣子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專門是柴油門的這個工作 那柴油門的工作就包含就是 產業會有很多建言嘛 有很多想法 那這些想法以前呢 他們很需要一個聽得懂 他們講的這些新的技術的人 那我們就可以把他們的這些想法 轉譯成其他部會聽得懂的這個語言 然後一起找出基於共同價值 我們怎麼樣來創新 那這個我想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部會的資源 都在投入數位轉型的工作 但是如果有就是共同的平台的話 可以省掉大家 我如果是中小企業 我要找七八個不同的網站 我才能夠知道說 哪一個適合我的這個問題嘛 所以我們也會有一些 像雲氏集這樣子的平台 讓大家很容易就可以導入 不管你是哪個部會投入的資源 可以在這上面媒合 這個也很重要 那第三個就是說 有時候國際上面 某些產業它已經完成數位轉型 但是在台灣 好比像說因為疫情不太嚴重 所以我們在很多主要的產業 就比別人晚 一兩年才數位轉型 但是這不是壞事 因為就是他們是被迫嘛 我們是自願嘛 所以我們自願的時候 我們就用的是 比較成熟的技術 等於是國外已經試驗過說 哪些其實不可行 哪些才可行 那我們在轉型的時候 就可以導入國外已經 證明可行的這些技術 那這個引進國際的這個趨勢 也是我們數位產業署的工作 我也想了解就是數位平台 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數位平台巨頭啊 他們帶來很多創新跟便利 但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問題 像是不光明競爭 或是隱私一律等等 那很多國家 像是歐盟和美國 他們其實都有 有意要去監管這些數位平台 那您的態度是什麼 就是你剛剛提到的就是監理嘛 對對對 但是我剛剛上一個問題才說 就是監理並不是我們的工作 所以您剛剛講到 如果是說不公平競爭 那當然不公平競爭有獨立機關 在監理就是公平會 對那或者是說 像剛剛提到說隱私的保護 那這個由國發會 來統籌 但我們有三個政委 共同主導的這個行政院級的 各自的匯報 那這樣子 所以說這些都是現有的 比較像是監理的機制 所以我想說 產業署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有哪些新的技術 你一採用 就不會洩漏隱私 這個叫隱私強化科技 所以不是說等失火了去滅火 而是剛開始就是沒有辦法燃燒的 這種防火建材 那這個我們可以引進給大家 甚至我們自己先用 讓大家知道說 是怎麼回事 這樣子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的 很多是資安方面 怎麼抵禦攻擊 擾亂之類 但是即使是資安完全百分之百 也不表示說隱私保護是有做到 這是兩個不同的題目 所以隱私保護 也有剛剛所講的這些新進的技術 那些新進的技術 我們自己使用之後 那我們也會透過數位產業 使用大家變得很容易使用 所以說剛剛委員 鄭委講的 就是數位發展不未來的定位 不會是監管 對 就我們不發特許 了解 不會說你現在是任何這個 剛剛提到的是金融 或者是其他相關的 經濟相關的產業 那不會說因為成立了 你就要跟兩個特許機關 拿兩張牌子 不是這樣 因為據我所知 就是業界他們認為說 數位平台 它沒有單一的主責機關 因為可能譬如說 租賃平台 就是沒有真的租東西 他們是負責媒合 那所以就變成說 現在沒有一個單一主責機關 那他們就盼望說 那數位發展不未來 會不會成為專責的機關 不過這個其實 我也要挑戰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葉明有跟我們一起做V台灣的平台 那個時候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判斷 就是說實際上 好不像說Uber 如果實際上是誰來載你 以及他的那個收費的規則 以及事後的監督 包含消費者保護 都是這個平台在做 那他就不能主張 他只是沒盒而已 對 所以說他不能只是主張 我是沒盒資訊 你要實際去看他的資訊流 他的金流 他的服務的流程 是不是其實他有主導的能力 那當他真的有主導能力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說 不知道那你這個就是計程車行 那但是計程車行 是不是說一定都得挑表 一定都得騎成黃色 這個都可以商量 你可以是虛擬的表 就是手機上的表 那你也可以就是 在尖峰時間多收點錢 那你也不一定要騎成黃色 可能用紅色車牌 多元化計程車等等 那這個當時Uber提出來 我們也都有參賽 所以後來有多元化計程車方案 所以這幾年 Uber已經是台灣的車行 Qtaxi了 所以他就不像當年 2015年的時候主張 他只是平台 沒有單一主管機關 無法客觀 事實上他經營的就是 路程寺館的事業 好 您十分強調數位民主跟公民協力 像你剛剛有提到 邀請大家去打打看 那個數位發展部的網站 那未來數位發展部會如何去建立公司協力機制 對 我覺得剛剛提到的 就是對我們來講 這個民主網絡司 它是全球的 所以這個公司協力不是我們以前想到的是說 我們國內的公司 國內的事業 跟國內的政府去協力 常常是跟跨國的這些社群 它甚至不一定有註冊公司 很多是叫做分散式自治組織 就是DAO這些 那你說它算是私部門嗎 好像也不一定是私部門 所以重點就是一個全球協力的架構 重點是只要能夠認同 我們剛剛講到這些民主啊 任性啊這些價值 而且在這個上面 它也透過像公共城市這樣的方式 把它的做法公開 那我們不一定是採購的關係 以前講公司協力 常常是我們要採購 尾辦什麼之類 要買一個解決方案 要提前一年編預算 不是這樣嗎 而是說我們在技術上面 就融合進這個新的 環境網路上面的架構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全球一起來幫我們防守 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嗯 好 OK 好 好 謝謝